他匍匐的姿态,极像,一颗任凭鸟兽践踏的野草,闹事中,有歌走过,有笑走过,也有悠山走过,没人关注他是谁,从哪里来,到哪里去,偶尔,会有一张一元小巢,在他目光里飘落,他的脸上并有一点亮色,如阳光略过荒芽,转眼街,幻化成李白的仰天长笑,俗东婆的锐水三千, 在春凉与杂凉妙灶之间,在仿古地教育现代勾兑之间,衍生出门中华少校五千年的历史文化,拖起城市的炊烟,点亮酒的浓度于世界,醉信,我的目光于醇香,酒还是那杯酒,度却不是哪个度,现代人,玩的就是那个心跳,玩的就是那个心眼,搬越了一座树山的你,深情恰望着,山连着山。 北京,未来的性格羽毛白色,在你眼眸里的喜悦,被他烧去。 北京,一个形容未来的名词,灯火斑花的都市,结局你四年岁月的雪雨,春节的,苍白的,起码可能的,一份通知,成为你成年后的第一伤,翅膀,第一次成为性格, 北京,未来的你会在都市街,穿梭往来烧大家书,也会懂得天爱故乡,在陌生的街道上,涂抹孤独,每一页书都是你的朋友,每一个朋友,都是你阅读的一本书,有小说,等你插入剧情,有哲理,等你领悟自己,有诗歌,等你歌奉生活, 还有书里书外的爱情,等你爱上的女孩,北京,北京,你的一切从陌生开始,带上七月的阳光吧,无论你,要去何地,毒碎诗舍,列朝大海,用黑色的眼睛寻找光明,毒碎诗舍为草跟诗人发生为使命,弘扬诗歌精神为宗旨,既诗的真善美追求,诗的艺术创新,诗的精神愉悦,欢迎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